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嘉宾上场有三轮介绍 假如二十四盏灯要全灭的话 会出现一个歌曲 什么歌曲 就是那首叫可惜不是你 怎么唱的你给大伙说一下 一唱都这样 来两句 大河香灯灯 天上的星星才被动 你吃多了吧你 干嘛呢 刚跟大伙说的可惜不是你 你唱什么歌啊 玩得挺陶醉啊自己站着 对不起各位我确实唱错了 因为昨天休息不太好 干嘛呀 我昨天参加一派对 听了一宿那个好汉歌 所以说呢 现在派对都这么变态了 怎么了 你们听这歌都嗨得起来吗你们 愣嗨呗呢 你昨晚上是不是去老年活动中心的你 不是 就是我确实唱错了 重新唱 再来一会儿 可惜不是你 什么脑子 可惜的不是你呀 那也不对啊 哎呦 不是怎么回事 我给忘了 你别说你还真是个有才的人 你那调都不对 不是怎么唱 要不你唱 不就是人唱的叫什么什么 可惜不是你 对 不是你呀 不是你呀 哎呦 您别说听了一宿 这模型还真大 你看看了嘛 是不是 嘿嘿不是你呀 行了大哥大哥 您已经玩出新的版本了知道吗 调得往上调 往上调 可惜 调起来就对了 哦 你看你看 你看人家有诀窍 哎 对对对 对不对 你别往下出来 往上 哎 可惜 哎 物性还挺强 对吧 对对对 可惜的不是你 哎呦 这都什么味儿这是 陪我的到最后 不要再唱了 还不对 你是来这个大伙洗脑的是不是 哎 我说怎么唱 你再唱一呗 不叫人唱那个 可惜的不是你 你别怠着我呀 你啊 好 你这 说你完蛋不完蛋 你说你 你那么有无论性还怪我了 我再来 我自己找 你确定能够找着 可惜不是你 我点儿还真能找着 对对 陪我到最后 就这歌 就这首 哎 这歌一出来坏了 男嘉宾淘汰 哦 就完事了 哎 当时呢 邱英俊老师 他是一号男嘉宾 头一个 我是二号 但是你看 我准备的比较充分 是啊 他您别看 老是电视台主持啊 没参加过这种节目 两公子 一上台一紧张 天真话说出来了 是吗 而且有点什么 驴唇不对马嘴 哎呦 给大伙再现一下 当时那个场景 哦 情景重现一回 你也别闲着 我干嘛呀 客串一下那主持人 哦 这我倒见过 我先来邱英俊老师 咱俩一块呢 好 下面有请我们 一号男嘉宾 闪亮登场 哎呦 这两部都怎么上来的 这 内骂 还真是 亲爱的 观众朋友们 打假内骂你们好 你别说 很讲 很讲礼貌 非常高兴的 来到我们这个 非常详细节目 对 希望的在场的 大伙啊 二十四位妹妹们 都能够 女士们 二十四女的们 妈叫女的们 就是 都能够倾赖我 希望大伙能倾赖她 我会提提面面的 送你们走 你是想弄死几个 是不是啊 你送人到哪去 送人走啊 就是怎么说那话 给人家照顾的 提提面面的 我的我的所事话 我今天有点紧张 看出来了 你也别着急 那这样吧 二十四女嘉宾队 一号男嘉宾的 第一印象 做选择 可惜不是你 完了呀 还有您说 我最快的真的 我自我介绍 还没介绍了 我这要不说你快呢 就邱映君子 名字都不听是吧 那骂有吗 什么 失败感言让我说 你别说 人家流程还真明白 对不对 人家失败感言 来两句吧 那骂 没这俩子不会说话是吧 我会恨你们一辈子的 这都什么招吧这是 你看看 这邱映君老师多悲惨 是啊 你看他发着波就下去了 这都逼成什么模样 哎呦 这就是因为什么 他准备不充分 没准备好 你得看我的 你这没问题 我准备一个月 赞看你的 没问题 下面有请我们 二号男嘉宾 闪亮登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梁元 我是一个海外的华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你等会儿回来吧 你 你不山东人吗 啊 这怎么说成这个味儿呢 你管哪个呢 这会儿跟我聊起来了 非常高兴地 来到我们这个 会场相亲的节目 希望那在场的 二十四位女嘉宾 有这么一个能和我 情投一合的 哎呀 我也会非常地高兴 你别说 二号的普通话 说得还真不错 介绍完了吗 是 那这样吧 二十四位女嘉宾 对二号男嘉宾的 第一印象 做选择 二号 二号 稍微等会儿 您这什么情况 二十四盏灯 全亮 全亮啊 全亮 我还以为水开了呢 水开了吗 哪有这么说 你这不就骗人吗 这不是 这叫骗人吗 怎么不是 这叫准备啊 哦 这就叫准备 你对不起 管用不完了 那你那后面还能行吗 没问题 你说的 你看我的 行行 这样吧 男嘉宾先做一下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梁云 我是一个海外的华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就跟随我的父母一起 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 去了这个国外 出国了 当时我是在国外 我读的小学 念的小学 读的初中 国外的教育 然后中专 你看 这是 然后大专 然后专阶本呢 就读于这个哈佛大学 哈佛也专阶本呢 没有那个教育大哥 没有吗 没有啊 什么 我的这个国语 不是太标准的 相当不标准的 这都什么口音呢 就是我的国语 不是太好 我听出来 就是哈佛大学 早说哈佛大学 然后又去了国外 还出国 在这个剑桥大学 读的硕士 上完了哈佛人 上剑桥 就是现在我也 在一个公司里上班 在哪上班 我是一个 在一个跨国的公司 我是咱们亚太地区的 首席基金官 就是我 这么了不起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 CPU 你处理去呀 没有那么强大的运算功能 CEO 怎么还CPU呢 对 是CEO 但是我想 跟你开一个小玩笑 差点没有逗死我 开什么玩笑 CEO CEO 我平常的爱好 也是蛮多的 都是什么爱好 我喜欢运动 锻炼 打一打棒球 喜欢玩棒球 对 然后我喜欢骑一骑 那个 什么 重型机车 重型机车 这是个什么活动 飙车 听不懂 摩托车 聊了半天 人玩的是摩托车 对 费了个劲了 还有什么爱好 然后我个人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 拉一拉雪橇 你看人都拉了雪橇 那我这是对您刮目相看的 你又不是狗 多嫌你拉雪橇玩啊 不是 我的国语不是太好 就是我在这里坐着 他在这里坐着 然后狗在这里 我在这儿拉 谁在那儿拉呀 坐一座雪橇 坐一座雪橇 我感觉我的饮食习惯 也是蛮好的 爱吃什么 我们那里没有别的 我平常就是吃一吃这个牛排 爱吃牛排 然后喝一喝咖啡 咖啡 咖啡什么味的咖啡 咖啡 还吃什么呀 还有 耳朵不好 说 砂锅豆腐 摩天还豆腐呢 煎冰果鸡 那玩意的果鸡 还怎么吃呢 还有那个狗布里包鸡 吃不了这么些了 我是很怀念咱们祖国的饭菜 很怀念这边的美食 对 那行 这样吧 二十四名嘉宾的 二号男嘉宾的第一个介绍 做选择 又烧一壶啊 你别说 真爱喝开水 你看你 还是全量啊 你就爱吃这些 他们还亮着灯 那当然的 管用啊 都想尝试一下狗布里包鸡 接下来男嘉宾做一下感情经历 不是 我说什么这么大反应呢 说了这个感情经历 还是蛮惨痛的嘛 怎么聊成这样了呢 刚 当时和这个女朋友 当时我们处理有六年吧 六年 六年最后 没有办法分开 哎呀 爸爸听着都惨 哎呀 你别着急了 别着急 那这样吧 二十四女嘉宾对爱好男嘉宾对 第二个介绍 做选择 哦 哦 还给你亮着呀 还是全亮 哎呀 你是真有办法呀 哎 他管用啊 接下来也可就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朋友印象 这条最关键 很多人都料着这是因为什么 他没找好朋友 没找对人 对不对 你得看我的呀 你这没问题 我这没问题呀 来 朋友印象 那么大家好 我叫邱映君 对对对对对对 可惜不是你 我残变了呀 好 谢谢 谢谢